你好 欢迎收看9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0918地震让花莲南区灾情惨重 花莲县正辅助了积极抢修道路之外 也寻求专业的外援 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 24号上午就在县府大门口 举行了地震开灾紧急动员计划大会师 现场许证会特别到场感谢 全国建筑师工会关心花莲的灾损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要勘查南区等受损的民房 让乡亲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中华民国建筑师工会 24号上午在县府大门口 举行地震勘灾紧急动员计划大会师 其他许证会也到场感谢 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 关心花莲灾损 以最短的时间勘查南区受损的民房 让乡亲恢复正常生活 共同来努力 也知道现在正式的紧急动员命令 那我们就集合花莲县建筑师工会 这些所有的会员 来配合县府到现场去跟受灾户做一个 现场的勘查这个状况 然后如果说有情节严重 房屋受损 损害严重的话 我们就会贴航皇单 那也跟住户做一些心理的一些 慰问啊 然后一些建筑专业的一些判断的分享 那这些成果都会回报回来 县政府作为后续正在处理的一些依据 以上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那截至到目前为止 今天到923号 我们已经动员了将近80位的建筑师 去参与这些紧急动员 勘灾了这个任务 那陆续看的这些房子 也将近快200栋 以我们工会这边的一个勘查的数量来看的话 已经将近200栋 后续还有将近100出头栋的建筑 陆续还要继续增加 我们会陆续配合县政府的一个动员 跟排刊的这个行程来持续配合县府 办理这些受灾户的赠灾的这个检查 现在选择表示 自0918抢政以来 花园县政府投注专业人力 深入灾损地区 感谢全国各界对花园赠灾 给予诸多的关怀 中华民国全国技术室工会 这次紧急动员 这次由地方村理长汇报申请受损勘查案 加共计有321件 后续仍可以持续增加 奋战了几天了 5天了 5天了 从在这个邱昭城邱副理事长来带领 所以我要非常非常感谢 那因为之前我跟邱副理事长走的时候 其实一个因为我没有熟人带 所以那个速度很快 因为我刚才跟张思强副理事长说一组 两两一组一组十个案子 我跟你讲那个早上就看完 真的早上 那但是因为大家没有村理长带 所以可能会比较慢 所以我现在请秘书印我们复理议理 浊西三个乡镇的村理长的电话给大家 就是20份嘛 因为我们分20组 给大家你们在那个地图上 不是地图地址上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村里的部分 在一起跟村里长联络 那他会带路会比较好 花园县建筑公会公共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林耀生表示 全国建筑公会 这次受到紧急动员到南区进行灾损会堪 这次受损的灾户 皆有地方村里长会诊 同时也集聚了将近80位建筑师进行勘查 建筑师们将以全力以赴 并且持续配合花园县正在的需要 建筑师公会除了现场关怀受灾户之外 并对未来抢修的模式与措施进行研究以及回报 记得请问华师伯老